情况 你们俩当时是先有了孩子 然后才结婚后两个证 刚结婚的时候感情都挺好的 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出现了很多问题 主要是因为他和我母亲之间存在很多误会和矛盾 然后让我夹在中间也很难做 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办 最近一年我们两个吵架 他多次提出离婚 然后我一气之下有一次吵架 我们两个就把离婚办了 离完婚之后 我感觉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挺草率的 因为他现在也很苦恼 虽然对我说了很多狠话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边也是有我和孩子的 然后现在我还是希望 他能考虑考虑我们还能不能再不和 草率的离婚 不应该是我们的结局 掌声请出这对曾经的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婷25岁来自吉林个体 女嘉宾小刘23岁来自吉林 吴业 来有请 有请两位 两位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公开你们手提箱里的秘密吗 愿意 什么时候离的婚 15年间出 孩子多大 20个月 男孩女孩 女孩 离婚之后跟谁啊 跟我 跟妈妈 离婚是你提的 对 你后悔了还是你后悔了 我后悔 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感情好还离婚啊 对主要是因为我老婆和我母亲她之间的一些事 我认为存在一些误会 那女生啊 你觉得你们俩离异的原因是什么 我感觉我就是没办法跟我自己的丈夫沟通 你认为原因来自于你们自己 对 你认为原因来自婆媳关系是吗 对 你们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不住在一起 不住在一起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呢 就是离得近啊 总给他打电话让他去 公公不管这个事情吗 婆婆和公公是离异的 他们不在一起 我12岁是我父母离异 你是妈妈从12岁开始带的 不 我父母离异之后 我是跟我父亲一起生活 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就是自己出来打工嘛 然后就是在我母亲所在的城市 这样的话 我从我20岁之后 跟我母亲离力比较近了 走动比较多了 妈妈有再婚吗 没有 妈妈对你怎么样 我感觉我母亲确实对我比较溺爱 你认为是因为你的前妻 跟你的母亲之间不合 你无法调和 所以你们才离得婚对吧 对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我陪我爱人逛街 因为我俩自己带孩子嘛 主要是我爱人他自己带孩子 比较辛苦比较累 然后我母亲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 开了一个生意 然后他也离不开人 然后我俩出去逛街 逛街把孩子就放到我妈那 晚上回到我妈那吃饭 逛了几个小时的街 我就感觉挺累的 躺那我就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不想吃了 我妈在那一边那个往桌上端菜 一边说那个你累了 我老婆就是当时挺不高兴的 回到我俩家的时候 就因为这些事 我老婆就跟我吵架 就挺不愿意的 她不愿意什么呢 她认为我母亲平时总不关心我 心疼儿子跟儿媳妇逛街了 所以才关心我 母亲关心儿子没有错 我妈妈也关心我 但是说平平常常 她喊累的时候 她妈都说 你天天上班没啥事就坐着 你累定啥累定 没事出去跑两圈去 就陪我逛趟街 而且还听见我俩生气了 就这样 我当时我没跟我婆婆 白脸色什么的 我回到家 就跟我自己老公抱怨几句 她说我净事 就说我怎么怎么样的 我俩就吵起来了 其实我那时候就 就想让她说一句安慰的话就可以 就这件事之后 我就特别委屈 她跟她沟通不了 之后我就带孩子上我姐家 我姐也是离我很近 完了之后去我姐家 她说看孩子 过了之后 因为天特别凉 把手就放在孩子旁边了 我姐那屋挺冷的 我就把她手轻轻地挪开 没说的带情绪甩开的 就是把她手两只手 我用两只手给她挪一下 把孩子背给盖上了 转过身就把我给打了 就是因为她打了你 受不了了 之前还有很多事 我知道 最后一根稻草 是她动了手 对吧 你下的决心 那时候 还没下决心 对 那下决心的事件是什么呢 这之后还是吵 完了她又打了我一次 为什么打你 就是因为那天 她妈妈那有个朋友 叫我们两个去吃饭 她说咱没人事 都年轻人喝点酒吧 我说我不喝了 我对象就是说你喝吧 喝吧 我没事 我说我今天不在状态 喝的话肯定得多 多了 在就是像跟她开玩笑似的 我说刷酒缝怎么办呢 她说没事 没事 你耍耍耍吧 我忍着 完了之后就喝点 真就多了 因为想起很多很多 不开心的事 我就哭了 哭了她就问我 我说没事 因为我不想跟她说 说了也没 也沟通不了 还是吵 所以我就是哭完了 发泄一阵就好了 她非得问 我说你别说了 你别问了 我真没事 一会就好了 完了她就生气了 愿说说 你没事 你能哭吗 完了之后 指着我鼻子骂我 完了到后来 我就说那我走 完了之后 她起来就揍我 就开始揍我 我抱着孩子呢 太往我身上踹 因为这件事 所以离婚 是吧 这好像跟妈妈 没什么关系吧 没关系 那为什么打她 我 首先我打 打人 可能不管打她 我肯定是不对 尤其打自己老婆 肯定是不对 那天 第一是喝酒 第二是生气 两次打的都是喝酒之后 我俩脾气特别像 只要一涉及到 什么事的时候 肯定就是吵 那如果这样 就是脾气 性格不合嘛 就可以离婚 别付了 主要是我俩感情很好 只是因为这些 感情好吗 感情好 能下手打吗 好吧 我看感情怎么好的 既然自己说不出来 我就问一下吧 你说你们感情好 对吧 她在生产过程当中 你对她好吗 我认为我对她好 我认为我对她好 孩子出生之后 你照顾过她吗 我照顾她 这个事 我俩之前已经说过了 回答事实 有还是没有 有 照顾的好吗 不好 你不是跟她关系好吗 她打催产 感针的时候 公缩的时候 很痛苦的时候 你抚慰她了吗 没有 你不是跟她感情好吗 为什么不呢 我当时 当时就是 年纪太小了 我根本都不懂那些 当孩子出生之后 一个产妇躺在房间里的时候 她觉得房间冷 你母亲就要开房门 在这个时候你做了什么 我没 我什么都没做 孩子出生之后 你管得多吗 我 基本上就是我爱人 一个人管 然后她累的时候 我来管 那个时候心里有很大的火 我妈 没有 没火干嘛那么大脾气呢 就比如说她说 说你母亲今天说的一句话是想 让咱们两个离婚 不想咱们两个 我没说什么 就是她跟我说一些事的时候 我就得跟她解释 一开始我是解释 等到后来我就不解释了 以前我从来都没说过 她母亲哪不好 我只是抱怨她 我说当你和你母亲那么做的时候 你考虑考虑我的感受 但是我俩四年了 在一起四年了 最后半年我不这样了 以前她跟我吵的时候 我只会苦 后半年了她跟我吵 我就跟她吵了 你对这个人的人 是有什么判断 她总说 她总说是爱我的 我是最重要的 但是说一到事儿上 就把我抛开了 你离婚之后 你母亲是什么态度 她一开始生气 说实话她是一开始生气 后来她就是劝我 劝我不要离婚 她生气气在哪 她说对我们两个都挺认可的 也都挺好的 她认为她也付出了 不但没得到回报 反而现在就是怨恨 她生气到这儿就是 对咱们两个认可 总在你面说 这个把戏笔给打老实了 那个把戏笔给打老实了 她就是家里边说 平时说话唠嗑一起 她别的事也说 她认可 她认可我活孕的时候 她总在我面前说 这个女孩对公婆好 那个女孩对公婆好 你父母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原因就是总打架 也是打架 对 感情也还好 感情不好 你离异之后 你父母怎么说 我父母就是说 我离也好 不离也好 就是只要我不伤心 就行 后悔吗 打他 后悔 你觉得是性格问题 还是不懂 我认为我不懂 你愿意改吗 我愿意改 你觉得能改好吗 我觉得我能改好吗 我不相信 不相信 面对这样一个乱局 我们的老师们 怎么用他们的智慧 来帮助这一对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想问一下女孩 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刚开始 她跟我说 来这儿我就想 重新给你一份爱 完了之后 我俩这段时间 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到 你俩现在又在一起了 对 就是打算来这之前 又在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感觉不出来 感觉不出来 十几天 就你俩又相当于 又重新住在一起 过了十几天 然后你说 你还感觉不到什么 感觉不到 她真的 就是说 知道自己的问题了 真的想和我复活 我可能特别能理解 这种类型 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 很多单亲家庭 出来的孩子 第一点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是吵架 他们害怕吵架 但是最重要 他们又控制不了 自己要去跟别人吵架 怕吵架 是因为他们怕 父母带给他们那种伤心 再一次在他们的家庭当中重现 因为吵架会导致他的不幸 第二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是害怕得不到 自己心爱的那个人的关心 他们可能要的 不仅是语言上的关心 他们还想要行为上的关心 所以他们会怕的 会比你还要多 你从小是因为有父母的关爱 但是他没有 十二岁的一个 正值青春期的孩子 最希望是父母 跟他们在一起 就算交游也好 就算在一起吃饭也好 只要父母不吵架 他们就安心 但是他没有过 所以他怕吵架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我能理解他们是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别人交流和沟通 因为没有爸爸妈妈教过他们 所有的父母告诉给他们 与人交流 与人交流 与异性交流方式 都是通过吵架的方式 所以他们只学会了 用吵架的方式表达我的需要 但是他们在表达上面 他们还说不清 所以可能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会让你觉得特别痛苦 如果你真的能够去了解 这样的一个男生的话 可能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要特别慢 慢慢地告诉给他 我希望你怎么做 所以其实我反过来想对男孩说 你结婚的准备和复婚的准备都没有做好 因为你内心当中 其实还有对家庭的抱怨和恨 以及你没有能力处理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 因为它不仅要处理你跟你一个所爱的人 你们两个之间矛盾关系 你还要处理跟你的父母和跟他的父母 以及包括你们周围所有亲人的关系 当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 你要再一次复婚或者想要复婚 最后有可能结果就是复了 可能马上又会离 所以我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是 第一要放下心里边的一个痛 第二才要学会如何跟你的爱人交流 先不要着急跟他复婚 你先慢慢学会做一个好爸爸 不会说话没关系 但是在做人的时候 有一些行为是一定要学会在别人的立场 去帮别人做的 所以学会换位思考 可能是你下一步最需要做的事情 不在父母身边的最重要的成长期 缺乏爱 二多岁了回到母亲身边 我也能理解 曾经失去的母爱 格外珍惜 所以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 母亲让走就走 母亲看不惯媳妇 就都是媳妇的错 但仅仅是可怜 这事倒简单了 在你们俩的婚姻过程中 可怜就变成了可恨 你本身成长过程中的可怜 变成了对妻子 或让妻子的恨 你在她怀孕之后 在讨论结婚 你要不要结婚的时候 你就已经可恨了开始 爱结不结 我不结了 孩子你要我不管 这是你说的话吧 我不知道你当时对她的爱 真实的有多少 一般的男人 在老婆怀孕的时候 那种欣喜 那种慌张 那种关怀 是平时的十倍都不值 这是可恨之处 那要去流产 你回心转意了 说我们好吧 本来有继续恩爱的机会 可是在她怀孕期间 又是妈妈一个电话就叫走 妈妈一个电话就叫走 去了妈妈那儿就不回来 一般的男人 或者我告诉你正常的男人 怎样 守在老婆身边 嘘寒温暖 生怕她有点意外 更别说你太太 有先妻流产的征兆 七个多月的时候 对吗 还是妈妈叫了就不回来了 这太可恨了 老婆大着肚子 有可能要流产 去妈那儿不管了 逃避 那意思就是留就留吧 好像这个孩子跟你半分钱关系没有 两条人命跟你半分钱关系没有 要生 是顺产还抛不产的时候 医生建议要抛不产 也是为了她的好 为了母子平安 这个时候 你居然还顺着妈妈的意思 不行得顺产 你躲个屁啊 妈妈的旨意就大过两条人命啊 你的主见呢 你的爱在哪儿啊 生完了孩子的产房 开不开门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以孕妇 以孩子的安全 和健康为主的 你妈非要开门 你就开门 最关键是我说了 我不说妈妈有什么不对 她有她的问题 佛西之间必然水火不容 有点矛盾 都正常 你在干嘛当时 妈妈让开就开 所以从这几件事 几个关键节点来看 在太太 最特殊 在孩子要出生的最关键的时刻 你表现出来的都是可恨的举动 你还谈什么爱 女孩很简单 你跟你婆婆之间的矛盾 我说了 我不在这讨论 老人家不管她怎么样 她是长辈 对不对 最关键的您的这位老公 一没做好丈夫的责任 二没做好爸爸的责任 当儿子其实也没当好 儿子应该让妈妈省心 让妈妈和自己的儿媳妇和谐相处 你这三个角色 没有一个扮演好 原因我知道 因为前面的可怜 所以你有后面的可恨 所以我不忍再苛责你太多 但是我给的结论很简单 你期待她改变 变成另外一个人 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也非常的赞成马老师这个观点 我觉得她不适合你 当然 现在咱们咱们 咱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劝和 不劝分 那么如果和 我有几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男生 在今后如果说 你们俩复婚了 妈妈肯定还是你们生活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当妈妈和你妻子 在你们中间出现矛盾的时候 或者说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我肯定是站在我二人身边 我觉得你太不成熟了 你妈妈在你身边 你说你现在态度是立马 我现在站在我媳妇的这一方 然后妈妈你所说的所做的都不对 你是在激化矛盾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说你还是没有想好 你不知道该去怎么处理 你们这样的关系 你要知道结婚以后 不是两个人的事 是这个家庭 你怎么去圆滑去处理好 去安抚好你母亲 安抚好你太太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学问我觉得 你如果说这一关 你要是自己没想明白 没学会的话 你即便是复婚 我告诉你 你还会再理的 老师我插一句行吗 老师 我就这个事 我就在我心里边 憋挺让人家 就是我认为挺重要的事 比如说我俩昨天吵了架 然后今天我给他脸色不好看了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 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就是问我上班干什么呢 怎么样 就正常通过话 然后我老婆呢 有可能就误会 就说那个你是因为 你妈给你打电话 你想你妈了 或者你妈从前说啥坏话了 然后你才跟我 昨天才跟我打了架 我就解释 我说不是不是 我越解释 他就 我俩就越吵 然后就是这个事 我不知道该 来我抢答一下 不好意思 我跟我老婆吵架 就不存在第二天 脸色不好的这个问题 头天晚上睡觉前 早就赔你道歉了 把他哄高兴了 不是 就是昨天 我也是昨天 当天那事 这老师现在在教你怎么做 当天是当日币 哪有那么多气 留到后天明天生的呀 方法多得 我这话 我必须得说老师 你听我说话 你说了我们听到了 行我交给你就一句话 你妈打电话 你可以不接 当着她的面 把电话挂掉 然后出去 给你妈回过去 不就完了吗 你傻呀 你知道她在乎 你还来这 还不停地问 这姑娘其实不错 就是爱上了一个那种 混小子 有性格的混小子 还死心塌地的 不到实在忍受不了 人家也不走这一步 三个重要的问题 刀刀致命 她 是个学徒工 你 不是个高手 外面还有个捣乱的师傅 通常失败的婚姻会经过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艺术层面 第二个层面 技术层面 第三个层面 魔术层面 第一个层面 艺术层面 这个几乎不需要学 是每个人爱情的本能 哪一对恋爱当中的男女 不是艺术家呢 说情话 不用人教 还有那种 所谓的浪漫 也不需要教 所以这个阶段 基本上都会度过去 接下来 一旦遇上婚姻 生活当中的琐事 摩擦 就需要你们学会 技术层面的成熟 好的夫妻 男恩女爱 你来我往 夫唱夫随 好的就像那个婚姻车间里面熟练的装备工 大的故障不会有 小的故障立马排除 婚姻层面的技术如何纯情 这才能够会有好的婚姻 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老师教会的 他没有学会 他没有学会本来没关系 如果找一个技术高超的师傅 他或许可以跟着他学 比如说你 如果你是一个情商很高 或者是有一定的这种技术经验的 或者是领悟能力很高的师傅 你带着他 有些问题一样可以解决 但是你也不是 你很年轻 这不是你的错 但关键是你不睡也就算了 夫妻双方慢慢的摸索就可以 偏偏外面还有个捣乱的师傅 所以我所说的这三个问题 叨叨致命 其实你们俩都很痛苦 但是你说如果要真的要去解决 真的很难解决 他学这个事 不是一时半会儿学的会 而你呢 也不懂得去教 你们只越过了那个艺术层面 却从来没有想到后面的举步维艰 你没有想到 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 他会有这么幼稚 你有那么多东西没有学会 所以如果是我的建议来说 我也觉得不适合 真的不适合 即便母亲离开 这个男生你要教会他 也要花太长的时间 我觉得不适合 当然你可以选择 尝试一下 但是如果这一尝试的话 那时间成本和你的耐力的付出 是你不可预知的 而且你现在还有孩子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杜老师 从朋友的层面来说呢 其实还是挺希望你们能在一起的 因为你还能感觉到 这小子虽然那个吧 他但是还有一些爱 不是人性上的恶和坏 我只是不会 那是要学的 所以冷静下来想一想 你仔细想一想 你为什么要复婚 就是要一个所谓的完整吗 如果仅仅是那样 我建议你算了吧 自己去考虑吧 千万不要学会恨 即使他不跟你复婚 也不要恨 好了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60秒 现场牵手成功的嘉宾 将会获得由 不弄暴龙眼镜提供的 情侣太阳镜 来 小伙子 听老师们说这么多 我感觉 原因在我 在我不会 不会处理家里边这些事 我感觉 因为在我的思想里边 婚姻就是一辈子的事 可是我教过你 我也愿意 愿意去为你 为咱们那个家去改变 去学习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就教过你 在你和你母亲 我和你母亲之间的那个关系 我曾经教过你 但是我感觉还是不行 所以我想考虑考虑 来 两位交换箱子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 虽然人没出来 但是并不代表绝望 如果你有足够的爱 你愿意学习去改变 在我看来还是有机会 我觉得你今天倒应该面对镜头 跟你妈妈做一个告别 这个告别是心理上的告别 来 跟妈妈说两句 难吧 来啊 来啊 这都说不出来 这没什么呀 慢慢学习吧 其实特别容易 妈 我长大了 我也成家了 我也为人父了 我可以处理好我自己的事情 我会一辈子爱你 一辈子赡养你 你放心吧 不就这么点话吗 说不出来啊 说不出来不是想不出来 而是说不出口 还是老师们说那句话 没长大 好好长大 长大再去追啊 回去吧